完成結束 我們今天講的是湖溝的部分 湖溝一般都要跟橫折在一起 不然就會有點頓拉 一般来讲就两种,一种是这样过来后,这边带弧度,停住,往左拉起来就可以了 就直接过来,往左拉起来就可以了,这边不用做任何动作 因为我们在勾的时候,你的笔试要在往左下角的方面跑 你只要你的笔试是往左下角的方面,这样跑下来的话,你只要停住,直接拉起来就可以了 不用做任何动作,好过来,停,笔试往左下角,直接拉起来就可以了 好,这第一个,那有些来讲的话,这个地方它是一个盾的部分,比方我们写家庭的加,側,停,拉下来,停住 那这时候就做蟹爪钩,好,加一点的加,拉一下,带下来变重,停住,往左,往上 好,先往左压,再往上跳,就可以去把这个蟹爪钩做出来了,来个框子道,这个部分会稍微比较麻烦一点 因为这个起笔跟这里,这两个地方会是比较困难的 好,压笔,上来再拉出来一点点,再走,变出,停住,往左,拉 后跨一道哦,停,推一下,走,停,往左,拉 好,这个地方,第一个,这里,按笔,上来再拉出来一点点,再走 好,这边停住,往左压,再往左上停,就好了 停,左,拉,做夸张一点哦 太快了吧 好,过来,停住,往左,再往上就好了 好,注意好,这个蟹爪钩,再上来拉出来一点点,再走 那这个,压完,拉出来一点点,你要上来挪一下,笔再拉出来 好,稍微转一下,不要直接这样撤笔就好了 稍微转一下笔,稍微转一下笔 稍微转一下笔,手腕稍微拉回来一点点 好,按,停,拉,转回来一点点,再带 停,往左,再拉 或者你要用转笔的,推笔的部分也OK 这里压完,拉下来后,稍微推一下,再带一步来 把它转成中锋笔再去转 好,那这个会难度比较高 横转的部分没有什么,先顿下来,停住直接往左拉 那这个标一样可以做蟹爪钩,停住过来,停住往左,往上 我们如果是侧风走的话,笔是这样子,笔是这样子走下来的,这个叫侧风 那侧风会造成怎样的情形 我们如果线条这样子轮廓,毛笔的线条,线条就这样下来 这里的线条会很光滑,这边会锯齿状 你笔拿得越写会越明显,就这样讲,这里很直,这里就这样子 那你要让这个侧风笔是这样子,再带下来的 那你要把它变成中锋行笔,中锋就是笔尖是朝上,这样子往下走 那这样子走,我的提按,粗细的部分会因为我现在就直接用中锋录笔了,中锋提起 我提起来,两边一起提,我压下去,两边一起凹下去 它的轮廓都会两边都会很规矩,就不会像这样毛毛糟糟的 那这个我们就是要去做转锋的动作 转锋两种,一种是转软,按笔挪过来,再去走 另外一种是推笔,用大拇指去推笔,按笔,大拇指推,再拉下来 这时候笔也会变成这样子下来 那一般我是两个一起做,这里是移笔的部分跟推笔的方式两个一起做 好,按笔移笔推 我这边移,这里也推,同时做 这里推笔都向左,我推笔都向 不一定有时候看状况,如果是竖笔的部分一定是大拇指往上推 大拇指往上推,那有些我们会是逆推 有时候会逆推,那逆推我们要看笔,你的那个笔法的走向是怎么样 这样不一定,术笔来讲一定是大拇指往上推,一定是往左边跑 那如果其他的比方说笔合勾的部分,过来的部分我们是要去转 手腕是往右边转 那不一样,那个都是一个经验法则,就是你写久了以后 到哪边你要推还是用拉的,这部分就是慢慢从你的经验里面去带 好,那我们就从这六个示范的文字,来第一个力量的力 这里切底下来,然后这边侧,侧方右起来 停住,然后转下来 停住,然后接拉锅 起来,那这里,右起来,这一环夸开 那这一环夸开,有看到它变吗?有 没有,这有没有,所以要转一下 拉起来,转一下,然后再下来 停住,直接拉回就好了 好,这里不是直接出风 这里过来,起来,转一下,错 拉下来,停住,再提起来 好,所以它的比法是这样子过来的 那我们要让尖的方式,往这个方向去走 好,再推一下就可以了,不用推很多 因为我们这样过来的话,比毛是这样子 比毛是这样子的 然后再推一下就好了 你如果推太多,又变成这边不够尖的 再推一点点,大拇指往上推 好,这样,右起来是这样,再推一下 再入比 就可以了 这个尖的方向,像我们要行进的方向 你如果这样的方向,底变成这样子 你这样子推的话,这边就粗的 就不会细 所以,我们拉起来是这样的一个形状 那还差一点点角度,再推一下,再写 这边细了,有没有 好,所以推要推多大或多小 那个弧度就是你经验法则去观察到的比毛 所以我常讲说,我们书写的过程当中 你要去注意你的尖的部分,笔尖的部分 封好的部分是我们要去掌控的一个关键点 任何一个书体都一样,除了立书以外 因为立书都是用长风录笔嘛 所以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 那如果说以行书、草书或说凯书来讲的话 就有这样的问题 尤其治疗它是直接录笔的 它没有做,比较少做长风的动作 所以这本来特别去注意到 好,第二个方 它的点,上头点大概都会比较大 压,好,提起来 往上头再拉出来 这里是一个压下来的动作 在这里有做一个扭笔的动作 扭笔往上再提起来 好,这个点的部分 好,提起来后,直接一样转一下 压,提,吸,压,折回来 好,过来断一遍 弯钩 弯钩啊,弯钩啊 这样过来后提起来 这里压,拉下来弧度 黏住 这里做个蟹爪钩 带过来挫,拉出来 出去,出去就可以了 好,这地方它是起来后 直接比,再拉回来 所以这里的角度会不一样 好,你如果正常是这样压,它这里就45度了 好,它是这里会比较平 因为它是这样过来后 起来这样挫笔 再带回来 好,这部分特别去注意到 好,下一个 男生的蟹 给一匹多块吧 嗯 好,那这个地方特别去留意 如果这边再多一个点 这边很界线的界 好,所以蟹跟戒指差一点而已 好,这边压笔 好,带下来 带到中间 好,提起来 转一下 飘 按折 拉下来 停住 好,带回来 好,再从这里 跳 这边再滑进来 停住 起来 压笔 好,出去 好,拉回来 上去 压笔 拉过来 点住 直接拉勾起来 再带到侧边 再拉回来 这两个空间 几乎把它等分就可以了 几乎把它等分就可以了 好,再来弓 来 没有冒出头吧 冒出头就被 就被 抢了 这边推上去 好,拉下来 压 解带过来 好,这压 是这样 有点这样的 逆时正方向 带过来 再起来 上去 好,这里不停笔哦 直接就滑推上去 滑推上来后 这里 停一下 带过来 压 再带过来 填住 好,现在爪钩插出来 错 这边再拉进来 出去 就好了 好,这里 起来 这里带过来 一,二 带过来 再拉出来 这两个角度 斜度是不一样的 左右 左右 双结构 三结构的话 它每一个结构的一个 横比的斜度 不一样 因为右边的它会越平 但是还是有斜 只是没有那么斜 因为左边的它的角度会越斜 好,这部分特别去注意到 好,记忆上去 好,记忆上去 切 切哦 它少了一个挑 一般会切一刀 它这个挑 它把它省略掉了 他砍十刀 对 他现在够三刀 好,那这边是一个连续动作 压 提起来 这里 转回来 戴上去 拉下来 带点弧度 停住 凹起来 原地再拉起来 稍微转一下 比 推上去 压 拉下来 带点小 这边有点酱的一个味道 黏住 凹结拉钩 起来 一样 这样过来 压 出去 那 这里缓一点点 后面这一段 可以稍微快一点点拉出来 好 那前面这边稍微慢一点 后面稍微快一点拉出来 让它这边的尖度 可以比较锐一点 好 我们今天讲的最后一个字 哨 好哨文的哨 这边是一个利 这边是一个招 一样没有冒出头 所以你们就知道了 右侧的利 都变成刀 头都不跑出来 好,那这边压笔过去 然后直接拉出去 这比较洒脱的快笔 拉出去 拉出去 要 回来 扭过来 往左带 要带到这个树笔 所以 过来是往左带 好,再压下来 起来 接推上去 折笔 到它的位置 接原地 折笔下来 一样,往左推 再拉回来 好,起来 那一样 鼻尖又变了 没这么多 转一下 好,压 黏住 压 下来 慢慢转笔 大拇指再转 勾 起来 压 快一点出去 这里慢 到这边再快一点出去 好 那这一段来讲 过来 压 我是慢慢再转笔 慢慢转到这边 拉起来 側笔 那这一笔画是比较洒脱 比较快笔 压 拉出去 还一下 好 快笔 这里还 这里快 好 那快笔出去 要错 側笔这样 起来 扭回来 好 手腕的摆当 这部分特别去注意到 这里 一般我们是这样过去 这里就这样过来嘛 但是它要带到这一笔画 所以这里拐弯一下 拐弯才可以带到这里压下来 好 这个小地方 稍微用一下 好 OK 我们今天讲到这边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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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